誒 這樣懂齁 那時候我告訴你齁 這中間其實還有一些trickety 我覺得你們可能沒有辦法很容易理解啦 誒 沒關係 我先講這樣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 來 拉第二個箭頭出來 我覺得不要講太多 不然你們這個都已經聽不懂了 來 第二件事情 來Limit S B進A F of X 它可以寫成 來 F 來Limit S B進A 然後這裡是X 然後它會等於F of A 這個高中我給你一點初步的想法就可以 來 你把它寫看去喔 來 有沒有人要猜猜看喔 這個在講什麼 這個在公開小 同學我問你啊 如果是在這個領領序的話 函數值是不是會等於極限值 然後同學我問你 這個東西是不是就這個東西 你先承認嘛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東西對不對 然後你從這裡看到什麼東西 同學 極限跟函數 這是函數 然後極限跑到裡面去 你告訴我 這兩個運算 在當它在這個地方連續的時候 這兩個運算的順序可以怎麼樣 可以交換 我跟你講這是數學上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當然高中我們就絕對不可能證明啦 但是我要先讓你有一點概念 有一點初步的想法 連續在數學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當不管是任何函數 它在某一個點是連續的時候 其實它暗示你 你可以做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什麼樣的事情呢 你可以交換極限跟函數的順序 你可以交換 來把它寫上去 你可交換 取極限是一個動作 可交換取極限 與函數 的什麼 的順序 要連續才可以 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要在連續的情況下 你才可以交換 有些人搞不清楚狀況 他說老師這會很了不起 我問你 說要問你伸縮跟平移 這兩個動作可以交換 先伸縮再平移跟先平移再伸縮 你覺得結果會一樣嗎 我們已經教過 會一樣嗎 不會一樣嗎 通常不會一樣 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可能會一樣 所以同學你知道 像我們矩陣的運算也是嗎 很多的東西它的運算是不能交換順序的 你懂嗎 對不對 但是數學上他就告訴你說 這很神喔 如果你一個函數在A這個點次連續的話 這個函數跟極限的這個運算的順序 是可以change的 是可以change的 這件事情是非常妙的 這樣了解嗎 舉一個簡單例子好不好 來這個例子講完今天這堂課就到這邊 來 通常我問你 Limit 譬如說 SB進多少 SB進1 來 請問你 根號X 這個東西是誰 我跟你講 我問你 這個是誰 如果是一個一般的高中生 他會跟我說 老師這很簡單啊 對呀 他答案也是對的 他說當S跑到1的時候 其實不能講跑到1 S跑到1的附近的時候 極靠近1的時候 根號X會極靠近誰 根號1 所以它的極限值就是1 完全沒有講錯 完全沒有講錯 這樣講是對的 但是我們現在把圖形的概念把它放進來 每個同學都知道 Y等於根號S 它的圖形是什麼 上半什麼 那叫上半三小 上半拋物線啊 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就這樣嘛 對不對 你剛才講這個觀念我懂啊 當S怎麼樣跑到1的時候 而且其實我心中很明白 它這個圖形在這裡是連續嘛 所以我直接把S當成1 帶進去得到這個答案 你要講的是這個對不對 這個我也懂啊 但是我跟你講 數學上在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它是更巧妙的 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它會等於根號的什麼 根號的Limit 然後X怎麼樣 B進1 然後這裡是X 然後你對它極限 這個是不是1 K根號所以這個是誰 這個是1 其實它這裡在暗示你一件事情 所以我跟你講 你在這裡是連續的時候 你這個函數跟極限的運算 是可以交換的 只是我們在高中的階段 不特別強調這個概念 只是讓你去感受 當S很靠近1的時候 它會很靠近誰 但是嚴格的數學 它告訴你這個運算是可以交換的 它可以確決它的順序 讓你懂 它可以跑到這邊來 哦 知道哦 誒 懂不懂 會哦 好啦 我們這堂課不要講太多 先這樣就好 好不好 明天我們再繼續 把上次沒有講清楚的東西 再把它繼續講清楚 我明天那堂課 應該可以把1-3全部上完 應該是可以 沒有問題 好 那個浩蘭謝謝你 Thank you